接下来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在片尾的一个设计 片尾的话平常小影有预设的一个片尾 只是她平常的话画面很快 那我们先播放看看给你看 在这边的一个画面里面 其实她最后一个影格是做一个她自己 这个其实她在每一张的最后都有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的话是她预设设计的 那她中间有一个其实可以编辑 那我先这边稍微说明一下 平常你所看到的画面右下角都有这个logo 这是她的符水印 除非你付费 否则她无法移除 这是她的符水印 那我们现在解释的是片尾 平常你照片放完的其实她有一个隐藏 如果你平常看不到 有可能是你说放比例的时候没有把它看到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点点 那这样时候你就比较好选 所以待会选的时候是对着这个选一下 好这个片尾就会来到这个位置 那她其实有功能 她的两个功能就是一个可以让你编辑 一个是你可以选择不要 所以这个是可以删除的 那我先解释我们的编辑 编辑里面你也不能改那个小影 那个那个两个字的位置 她就只能改中间可以优谁谁导演 如果你可以直接直接编辑你要的名字 好这是她预设的 那其实名字都可以改 你甚至整个删掉都没关系 自己在设计也OK 这个都可以 好她预设如果你用她的就是这样 除非你自己再加我字 可是问题是好那我也可以直接写说 神灰瓶制作也OK 这个都OK的 好当我按完成 那我们拨看 当我照片到这边的时候 好然后片尾 她就出现 她字很小 好所以你可以选到她 然后把刚才的编辑 这个整个拿掉也没关系 自己再加字 不过她还是会出现那个 所以不妥我先敷衍 好那我所以我会觉得她不是我真正觉得妥善 原因是她根本不让我改变她的长度 所以人家根本看不到 好所以她有点点设计出来 让我们注意看到她 可是又没有很好用 所以我们选择 我可以选择的是删除她 所以待会我决定删除 好删除完之后 她就画面就会出现很特别 她就出现这样 添加片尾 你很高兴有片尾可以按 不好意思她的片尾就是刚才那一段 是不要的 所以我又删除了 好所以你不用再按添加片尾 她的片尾并不是我们 所觉得善用的 另外其他可能套端体用 她这边没有 那我们自己要去加上想要的字 好所以这边我们就不用她的 那我们先缩小显示比例一下 好刚才我们做的这个照片 就是要告诉你这个片尾的删除 好那这部分我先解释到这边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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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